赶快进 赶快进 快点 必须说话 我这边要开始了 您那是比较宽一点 欢迎大家参加由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组织的 钢琴弹唱活动 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 成立至今 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 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 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心情付出 也希望和欢迎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 为了使仍处于疫情期 长时间宅在家中的更多的民众受益 中心安排了很多的网上公益活动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具有二十多年钢琴教学经验的 原湖南师范学院金牌副教授Nancy 如果您一直有一个钢琴的梦想 却直到现在还未开始 那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专为零基础朋友特制的小白钢琴弹唱训练营 愿援您一个美满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学习音乐 学习钢琴 学习唱歌 体验钢琴弹唱带来的身心愉悦 解除疫情带来的烦恼 让琴声和歌声伴随我们走向幸福 愉快的明天 有请Nancy教授 特别特别感动 这个牛嫂她的热情洋溢 声音特别美妙的演说词 我特别地被感动引进来 再次在这里跟大家问好 我们是第二次 这是第二节课来进行钢琴 这个弹唱小白的训练营 首先Nancy老师就是跟大家问个好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 今天有新朋友有老朋友对吗 那么上一节课听过我的讲课的朋友们 有没有在家里练习我们第一节课的作业 我记得前两天呢 晚上我一个晚上我抽出了时间 就是把前面的这些 我们讲的第一课的内容呢 进行了一个总结 复习review 而且还发到群里面 如果今天有新朋友来的话呢 待会我们上完课 我会给大家呢 再把第一节课的内容 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上课之前 我们先把第一节课的重点复习一下 看看也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我们都可以来回忆一下 上节课我们讲的内容 第一节课主要内容呢 是识别钢琴的总类 上一节课说过了 钢琴分为三角钢琴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三角钢琴 后面立起来的啊 还有呢历史钢琴啊 那边有历史钢琴啊 还有一种呢 叫做我们的电子钢琴 我们在做的 我知道群里面有些朋友 已经在问了 电子钢琴是插着电啊 插着电 我们叫做 Electric Piano 对吧 就是电子钢琴 那么电子钢琴的好处是在于 它呢 是用电声的方式来模仿 它用的是芯片 用芯片呢 录制跟钢琴的某种声音 来通过放大器 也就是我们讲的音箱 来扩音这个声音 但是它的键盘的演奏的时候 是模拟了钢琴的 在这里也特别的 第二节课我也特别跟大家讲 有些朋友呢 特别是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 从来没有弹过钢琴 如果自己想圆这个钢琴的梦 是想去弹 想去学钢琴 如果您要是觉得 在这个钢琴上的投资 可以相对少一点的话 我也可以建议大家呢 去买一个电子钢琴 因为电子钢琴的好处是 它的成本相对会低一点 因为它是模拟钢琴 第二它容易呢 移动 搬动 而且很轻便 第三个优点呢 它是可以不用调音的 因为它是电子的嘛 那不像我们的机械的型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三角钢琴 或者是说历史钢琴 还有我们现在在座的朋友们 是在另外一个群里面 有一个老师 他就在教大家怎么样维护钢琴的 那么这些维护钢琴的知识呢 都是针对于什么呢 机械型钢琴 我们讲机械型钢琴 就是我们讲的传统型 古典型钢琴 它是用钢丝啊 琴弦啊 这些手工艺打造出来 最早的时候 但是现在呢 工艺发展到一定程度 已经开始走向什么呢 机械化了 流水线的来生产钢琴 那么这都是钢琴机械的一些常识 那上节课丁老师 Nancy老师 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什么呢 钢琴的键盘 我们主要是讲到这个对吧 钢琴键盘呢 是分为黑键和白键 大家还来稍微的再复习一下啊 钢琴的黑键白键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小白训练营 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基础 从零开始 我们就说把自己当成小伙伴 我们就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我们归零 零就是从零开始啊 钢琴的键盘是黑键和白键的区别 上节课我们讲过的 黑键呢 我们最主要是学习到 我们通常 刚刚我在群里已经看到一些 我们的爱好者们啊 爱好的朋友们 就是之前大家主要学习都是简朴 包括好像我刚刚上来之前 我们看到群里 大家上节课看到我弹的 这个红河谷啊 红河谷呢 是以后我会教大家的 但是呢 放上来的曲子 我刚看到是简朴 那么我们到时候会 用一个简单的曲子 今天我会布置一个简单的曲子 让大家回去呢 去做作业 把它自己变成五线谷 那么如果这个星期 你能够把我们今天讲到的知识 用起来 用一个简单的简朴的曲子 就把它翻译成一个钢琴的 这个或者说我们讲的五线谷的话 那就说明你就已经学懂了五线谷 这是我今天的教学目的 希望通过第二节课 你就能够学到五线谷的一个 最基础的最好的方式 上节课啊 我们还讲到就是五线谷 刚刚上次课我讲到 还记得我五个手指头 十个手指头 代表的是五根线啊 上面五根线和下面五根线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 上节课的第一个是钢琴的识别 有力士的三角的电子钢琴 我们钢琴的键盘呢 是黑镜的白键 那么最重要的是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上节课我讲过 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叫什么呢 叫做钢琴弹唱课 钢琴弹唱的重点是什么 是弹和唱 所以弹唱相结合 这两个技术加起来 就是一个我觉得含金量特别高的技术了 大家也会在生活中看到很多的声乐老师 这个歌唱家 唱歌唱得很好 那我们身边呢也经常自己有 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好音乐的人 因为来学钢琴的人 首先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我们一般来弹奏的时候之前 最最基础的就是喜欢唱歌 对吧 因为唱歌是最容易表达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要听过其他的乐器来表达 就用我们的喉咙 我们的嗓子来完成 好 那么唱出来是一种声音的高低 来决定你这个声音好不好听 第二点呢 这个情感的世界通过你的声音来传递 那么我们现在还学到什么 就弹唱里面 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弹 对不对 那么弹呢 就是要今天就是这个是比较 对我们普通的朋友来说 就是一个新的 领域了 因为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 要学习 通过学习 能够掌握的技术 是一门技术 也是一门艺术 这是我今天第二节课 要跟大家讲到的 在分享之前呢 我们再继续来复习一下 上节课我们学到的相关知识 就是手型和的 dolamifasolatin 怎么找 我们现在大家在家里面 有没有去做这个功课 在这个做功课之前 我们来复习一下 黑剑跟白剑两组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我先来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嗯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子 应该这样 不对 还是这样 好 看到 看到我们的情剑上面啊 情剑上面呢 是有黑剑和白剑的区别 两组黑剑 我们再复习一次 两组黑剑 还有三组的黑剑 大家仔细看啊 你们如果说自己在自己家里有情的话 是可以来边看情 边来跟我学啊 黑剑 两组的 和三组的在一起 然后呢 整个两组加三组 这样一个 上节课我讲一个八度 大家还记得吗啊 我们叫八度 在音乐里边用度来计算 从左边的两个黑剑最左边的这个音 就是都 我们来唱一次 如果大家声音打开的话 是可以跟我一起来唱的 都 等一下啊 把这个音线给拔掉 准备好了吗 不要听到你们的声音 给点声音好吗 很好 好的 我听 太棒了 太棒了啊 我今天刚刚听到了琴的声音 和大家唱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 我每次都会听到的声音 会做一个点评 会把我刚刚的感受说出来 太好了 太棒 太棒 太棒了啊 那么 这个声音 大家上个星期 还记得我讲的一个要点吗 就是我们讲的key knowledge and the key words 里面讲到一个特殊的问题 就是弹唱里面最要点的唱的时候的 有一个核心 核心问题是什么 是音高 对不对 音的高度 音高的度 音高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兜 看一下这个兜 现在从这个 我把它拿起来 看一下啊 从这个左边 到这个右边 我们上次说过有多少个键 大家还记得吗 对了 是88个键 88个 88个键 那么我们可以眼睛看到的 从左到右 大家已经学过了找兜 最中间的这个兜 注意看 最中间的这个兜 其实呢 如果大家在下面 如果复习了 或者是学习了 那么大家知道 从左边到右边 一个标准的钢琴键盘呢 还有七组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有七组 大家七组 你可以拿手 拿纸啊 拿你的笔记 给记下来 也可以回家呢 下了课之后 你去再数一遍 按照联系老师说的 就数一遍 从左 之右呢 有七组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有七组啊 大家记住 那么七组的最中间那一组 中间那一组 如果您现在是在 传统的钢琴上面的话 你会看到 琴上的有一个 像扭扣一样的东西 有没有看到 你们家如果是 是普通的机械钢琴 有个扭扣一样的东西 那么那个扭扣一样的呢 就是正好基本上 是离最中间的那个兜 是最近的 最近的那个兜 我们称之为中央兜 大家可以写一下 中央C 也叫中央兜 对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上次我们还学习了什么 学习了音的名 音名大家还记得吗 音名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Yes C C C E C E 好 你们看一下 C D E F D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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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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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一个小朋友的声音了耶 Jen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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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很开心啊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 我换我妈妈的名字了 我稍微载个车顶上 好的 那 Quiet 听我们大家一起谈啊 大家截下屏这个 Dore Mifa Sola T Dong 这个五线谱啊 截下屏 这是 这个星期的作业 你们可以从左到右 好 截完了吗 截完屏了吗 好 截完了啊 我就移开了 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能够 客后有作业 欢迎大家待会儿吗 截屏的朋友 放到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特图 对 左手和右手都有的 就是上节课我教 上节课我教过大家的音名 注意音名跟唱名的区别 音名跟唱名的区别 对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音名跟唱名的区别 CDEFGAB 好 这是我在讲新课之前 我都会把这个姿势呢 复兴一下 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 好 上节课我们还讲到了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手型 对吗 手型 这是我现在的右手 我们把大拇指 大家像我这样 把你的大拇指 我现在 我现在拿出来的是右手 右手 放在我们的 请大家注意听 对 好 现在我们稍微的静音下 就是把声音静一下 我现在开始来讲一下个 比较仔细的地方了 那么 现在把手型来学习 复习一下 在我们弹琴之前 你的手是放在你的大腿上的 如果右手是放在右大腿上 对 然后我们准备弹琴 有个prepared 一个什么 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是配合我们的呼吸来做 吸气 把手腕抬起来 放在你的行件上 我们来练习一下 跟点小师一起来练习一下 起手的时候 手型也是有讲究的 记住 手腕的部分提起来 对 手腕的部分提起来 自然的 放在你的 这是右手 所以放在右腿上 好 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呢 去找准一个兜 我们刚刚已经学会了 好几组兜 可是现在我们要 最主要找的是什么 中央的那个兜 离中界线最近的那个兜 我们叫做中央兜 它的音名呢 叫C 对吧 大家都知道 C C C D F G AB 那么C 也就是最中间的那个C 我们也通常说叫 中央兜 中央兜 就来 对着那个大拇指 对着他 跟我一起来 吸气 对 配合你的吸气 放上去 看一下我们大拇指 弯着的 我上节可以讲过 每个关节都是弯着的 我们弹奏的时候 是这个大拇指举起来 敲下去 这就是标准的 嗯 很清楚了 标准的弹法是 对 动用的是大关节 大拇指的大关节 千万记住 我们要弹琴的时候 不是用这个大拇指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错的 就是用这个面 是错的 记住 只有大拇指 在我们的这些 五个手指头里面 只有大拇指 是用到 大拇指 最左侧的这个 尖尖这个位置上 是敲击的 所以落地的时候 落到这个 琴键上的位置 是大拇指的 大拇指的左侧 这个头这个位置 左尖尖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 是触键点 其他的四个手指头呢 是这样 是立起来的 看一下啊 是这样立起来的 等一下 看得到 这样立起来的 对 这样是很清楚的 看得到啊 所以弹奏的时候 应该是 看的啊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是敲击状的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触键的方式 敲击 所以是lock 敲的意思 我们弹奏的时候 是用手指 其实我们打开 钢琴的时候 看到小锤 敲在琴键上 也是这个样子的 敲击状 看一下我们的 关节是凸出来的啊 对 每个关节凸出来的 所以弹起来应该是 看清楚了 很清楚的啊 等一下啊 我再看 好 弹完了之后呢 记住 你的手一定要 手腕拿起来 自然的放在 你的大腿上 好 记住了啊 每个手指都立起来 这是我上几课讲的 一个要领 手型 还记得我们的手型像什么吗 像一个球状物 等一下啊 我们来 一起跟我做一下 手型像球状物 放在大腿上 我们一起来做一次 弹琴的时候 尽量把你的背伸直 对 上节课我讲过 琴与凳子的距离 还记得吗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双手放在你的大腿上 嗯 好 吸气的时候 配合我们的双手来 先来一个手 右手 摆上去呢 是空心的 这里是空心的 大家看一下 然后每个关节立起来 手腕 这个位置 与界面平行 感觉上呢 是这个界面 我们讲的啊 手腕的位置很重要 很多人的手腕会出现问题 正好这个界面 是平的 延伸出去的 这个叫 手腕过高 嗯 这个方式是错的 这个呢 叫手腕过低 你看这也是错的 总之 不能够 你的手腕是 不能过高 不能过低 要正好 与界面平行 每个手指头 略微打开 对 这个距离 正好可以扣准一个情节 好 我们双手 这个右手 弹完之后 你的手腕自然的放松 左手来一遍 吸气 放上去 对 每个手指头 关节都要立起来 手腕 放平 对 手腕要放松 这是 它的感觉是松弛的 比较relax 很放松的 有时候你要是放 你自己可以检查 或者要身边的人 帮你检查手腕 手腕呢 如果是僵持的时候 就感觉一个人 这样子抠着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是硬的 那么如果这是硬的 你是错误的 因为说明你用力点不对 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手腕上 No 这是错误的 一定要记住 这个位置是很软的 很有弹性的 把注意点 我们的注意点是 集中在手指尖上 好 左手 吸气 来我们一起来双手练习一次 吸气 双手上去 大家还记得吗 上节课文 大家说过 我们要拿一个小的网球 或者橘子 在家里练习 让你有一种 握着球状物的感觉 自然放上去 就手型非常漂亮 而且自然 对 好 每个手指头呢 都尽量的对着一个情剑 不要 不要这样 这样太拢了 它就不能在一个情剑上 略微张开一点 整形的 记住 手腕不能过高 你看 这叫过高 是错的 看到没有 这太低了 也错了 这样子的 平铺直续的 另外手腕是松软的 放松的 还有一点 我们做的姿势也很讲究 做的姿势 我说过的是什么呢 大臂 小臂 almost是个90度 那么这个人与情的距离 就比较正常 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的凳子太高 你看 就会这样 看到没有 是个顿角 就太高了 如果太低了呢 你看 你就会说锐角 这样勾着个背 No 都不可以 正常的就是标准的90度 昂头体修 吸气自然 然后你的眼睛 可以正常的看着你的谱子 这样子就比较好了 好 我们一起来一次 跟着我一起来 把手型再练一遍 准备好啊 吸气 我们心中 我们心中 莫属四拍 一 二 三 四 吸气 好的 我不知道 刚才 这个练习和复习呢 我们的上节课的老朋友 和这一节课的新朋友 有没有都记住 如果万一没有记住 也没有关系 等到我们中心的 会把我们录制这个 回抗的录音 录像 你们再回去复习 有问题到群里 跟Nancy老师互动 我也会 我会晚上 我一般都是晚上 跟大家来 回你们的 回你们的 这个微信 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讲的是 上节课我们讲到的是 高音符号和低音符号 大家还记得吗 高音符号和低音符号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了什么 对 这是什么 高音符号 对 我们把这个五线谱 再来复习一次 高音符号 低音符号 对 高音符号还有一个名称 因为它的起音 是在第二根线上 第二根线上画了个大圈 像蜗牛一样 穿过五根线 一定要穿透这个顶 再画下来像个闪 像一把闪的勾勾 那么这个形状 就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这个符号在五线谱里 称之为高音符号 它的作用是同管高音的音域上的所有的音 就像我们这个钢琴键 大家从正好它的标志性是在我们的中央兜这个位置上 也就相当于是从中央兜做一个分界点 中央兜是相当于分界点 那么这个音起点 这个兜一直向右 整个高音区的音 都是由谁来同管呢 是由这个高音符号 大家记住了 它是就像我们 是我们分高音和低音区 那么高音区是由谁呢 是用这个高音符号 好 我们再来看 仍然是中央C这个位置 如果向左侧 一直到底下去 属于低音部分 它的同管 它的同管 是这个低音符号 低音低音符号的起音 是在第四根线上开始画的 这个是第四根线 一二三四 第四根线上画 所以呢 就像个大耳朵 大家看一下 像个大耳朵一样 是吧 反着写一个C 有点像反着写的C 那么这样子 它上面是不能超过 第五根线画下来 好 这样子 有点像一个 对 像我们的逗号一样 用中国人写的逗号 好 最关键还有两个问题 是在第几根线 大家注意看一下 在第四根线的 上面有一个点 看到了 对 第四根线的下面 也有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看着 我经常会这样子 让大家记住这个符号 它呢 是管理的 它管理的音符 是哪个区域的音符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从中央C 向左 这部分区域的音 就是由低音符号来同管 我们称之为低音符号 大家记住啊 那么低音符号 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F 符号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起音在哪里啊 我刚刚讲了 起音是在第四根线上 第四根线 在它的低音区里面 正好唱F F上个星期 我不知道大家复习了没有 F就等于我们唱名的哪个音啊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F是什么音 是 发 是发 太棒了 啊 太棒了 所以 第四个音 就是F F就是发 所以 左手这个 左手低音这个F呢 我们记住了 它的名称的 学名叫低音符号 它的作用是 同管 从中央C 以左侧的低音符号 这些音 是由它来分配 管理的 所以现在我们的脑子里 要有感性的认识 找到你的琴上 最中间的这个兜 最中间这个兜 我们说过了 这个琴上有很多个八度啊 兜到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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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呢 有七组 我们有七组 一定要找到中间这个兜 那么中间这个兜 右侧 它的同管 是由高音符号来完成 而这个右手 当我们的眼睛看到高音符号的时候 在高音符号的五根线上面的这些音 用哪个手弹奏 用右手弹奏 看懂了啊 也就是相对应的来说 当你看到了这个像蜗牛一样的 很漂亮的 高音符号的时候 这个上面的音符 只要你看到它了 就肯定这些音符 用哪个手来完成呢 记住 右手完成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呢 是第一组号 它呢 是从中央C 向左侧 管理这些音 这个上面也很多音的 这上面也很多音 它呢 注意看 今天看到这个音啊 它跟这个C呢 它们有个共同的 它叫上加一线 从这个位置有个短线 这个短线 其实跟这个音 是同一根音 只是它从 弹起来 它们俩是同一个键 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这个音 用右手弹的时候 叫中央C 它的写法 在高音符号 是上节课 我教过大家了 是五根线 下面的那根短线 下加一线 看清楚了 下加一线 从这个音 一直往上排 那么就是高音区的 然后还是从这个音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央C 可是我换了一只手啊 大家注意看 同样一个音 但是换了一个手指头弹 这是左手弹 你们可以在琴键上看啊 兜 也是兜 那就是说这个兜 我们可以用两只手来弹 一个是右手 一个是左手 可是在 这个上面表达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用右手的时候 高音符号的 下加一线 用左手弹奏的时候 是低音符号的上加一线 大家肯定会有点confuse 那我们这样子来理解 我教大家 这个 这条线 中央C 这个线 这个音 我们当时 右手是 右手是我们加拿大 左手呢 是美国 中间呢 是我们大腹部的那条国界线 大腹部那里有一条线 那条桥 那个桥过了右边 哎 右边是我们的加拿大 左边呢 就是美国 那么这个桥 是大家共用的 这个桥 就是国界线 所以 当我们看到这个国界线的时候 弹起来是同一个音 换左手 左手大拇指 跟右手大拇指的区别 他们两个人 你看到高音符号的下加一线的时候 他是用右手弹奏 在低音符号上 看到上加一线的时候 是用左手弹这个奏 这两个 附加线上的奏 就叫做中央奏 大家可以在琴上找到 这两个奏很特别 它是奠定了 我们在五线谱上 所有的核心的位置 类似于我们讲的坐标 这个坐标 把它定下来之后 所有的音 都可以根据这个音 来什么 我们来慢慢定位 来寻找 所以中央奏 今天是大家定位的 上个星期我们只学到了右手的这个表达方式 是五根线下面的附加线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低音符号 我用左手 左手来演奏的时候 它就是在上加线 它就在上面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从中央C这个位置看 是从中央C越来越往右 它就越来越高 从中央C越来越往左 它就越来越低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中央C这个位置 如果往下走的话 它是下行的 我们往下从中央C 这个是往上走 这个是往上走 Dou La Mi Fa Sa La Ti Do 好 那么从中央C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左手的啊 注意 Dou Ti 然后这个是 Long So Fa Mi Ra Do 对啦 注意看啊 这也是C 这个就是B 因为是反过来的 A G F E D D S 好的 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印象了啊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上一个下 有点大家有点看不清 有点感觉上有点confused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容易看了 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又有个点啊 这个位置大家看出来 这个中间这个就是中央C 看这个键盘的时候 就是全局看这个 从左到右 全局看这个 那么这个呢 是第一谱号的最底下的 往上排啊排啊排啊排 刚才我是从中间这个位置 向上 上行是 还有一个呢 从中间位置下行反方向 刚才是这样子 一个上一个下 所以呢 这个星期大家的任务 就是从中央C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中央C这个位置 去寻找五线谱上对应的 请见在哪里 一定首先起点的核心在哪里 这个位置 我们叫什么 大家记住了啊 我们写一下 叫中 央C 对了 中央C 中央C这个位置 我们在情节上再来看一次 最中间的 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D E F G A B C 好 如果这个C 向左 从左手开始 向往 从左 向 对 从中间向左走 那就是反着唱的啊 Doti La Sofa Mira Doti 好 这样看大家看清楚了 请大家回答我一个特别的问题 就是看你学懂的话 从我刚才谈的左边 这个Do 到中央C这个Do 再到上面这个Do 它总共几个 几度 几个八度 两个八度 太对了 两个八度 两个八度 但是总共 Including了几个Do呢 三个Do 对了 三个Do 左手的这个Do 你看一下 这里有个Do 中间有个Do 还有高音上有个Do 是不是 高音上这个Do在这里 我们现在来 你看今天就等于我们一下子两节课的时间 就学到了跨度为两个八度 但是囊括了三个Do 不同高度的Do 好 我们回去的今天的作业 请大家在五线谱自己画 这个画五线谱呢 一定是双谱啊 大家上个星期讲过的啊 高音谱号 低音谱号 我们可以从中间这个Do开始来进行 这样子比较容易 记忆是方便你记忆 我们是从中间向两侧 上去跟下来 当你熟练了以后 你可以从左一直上去 再从上一直下来 为什么从中间这个C来开始学呢 有些教法 它不是从中间这个C来教 我们从这个中间C交起来的好处就是因为 从大脑上开始平分了 我们大脑小脑的双平衡的同步发展 这种教法呢 是容易让我们同时用两个脑子来思考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从左侧 我们刚刚这个是中央C 看看我们跨度一下 这中央C 刚才我们的右手是高音谱号 从这里开始的 高音谱号 好 太棒了 再看一下左手 好 我们现在连起来 连起来 连起来怎么做 大家看一遍 等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重新调整一下 连起来看 好 大家看啊 跨度上是 这是中央C 向左 就到了低音的C 从中央C向右到这个就高音的C 所以总共呢 跨度大家知道是多少个音吗 是15个音 跨度是15个音 里面囊括了三个区域的C 左边的低音 中间的中央C 和高音的这个C 低音C 中间C和高音C 好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它的声音 从中间向两侧 是 左手是从中央C往下走 好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朋友在弹了是吗 还是我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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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们刚刚看 我对的 我刚刚看到 没关系 打扰没关系 我正好看到了 我就要讲到一个问题 请大家注意 我刚刚特别看到了 某一个朋友 某一个小伙伴 弹琴的动作 我就特意 看到我就 让我看到我就会说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动作 我在弹的时候 今天讲到这个核心的问题 弹琴的时候呢 注意我刚刚说了 是用手指尖弹奏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弹完之后 大家能够给我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看一下 我的动作 哪里不一样 先看第一个动作 这是第一个动作 我再弹第二个动作 看你们谁能够告诉我 哪一个是正确的 仔细看啊 这是问题 如果你看到了问题 又能找出问题来 说明你真的是 很用心学习了 再看一下 就弹得太高了 对吧 第二个 对了 哪一个是对的呢 第一个 第一个是对的 第一个是对的 第二个是错的 好 那你们告诉我 第二个为什么错了 或者是为什么不动去 因为你这样的 因为我已经平着 对了 刚刚那个小朋友 Janivere 说的很对 小宝贝你说的真好 那我们今天正好讲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以后 一开始就要杜绝 你的手腕叫什么 手腕在弹琴 对吧 像跳舞一样的 压来压去压来压 像个 好像在压紧一样的 或者像骑马一样的 对不对 No 这是不对的 注意 我们的手是靠手指什么样 手指 再看我们的手腕 手腕是什么 看一下我的手腕是什么样 是平的 对吧 放松的 对 放松的 大家明白吗 这个我们就 我来形容一个词 我形容一个词 大家就明白 手上的这个功夫 这个位置 你们大家 在群里 看过 京剧 中国有个 中国有个戏曲 戏曲里有一个小的 碎步走的时候 这个人呢 就像好像是 飘在那个 飘在那个 舞台上 那个人 对 他上身不动 对不对 他 你就裙子遮住他的脚 以后你看他 这样平的移过去了 那么 那叫云步 对不对 在戏剧里面叫云步 小碎步 小碎步 也叫云步 那么上身是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怎样 上身 这个身体是不可以上下 跟跟跟跟 这样子颤抖 对了 所以刚才这个动作的核心 我为什么要讲些小故事 就是用一些很形象的例子 告诉大家 他的核心点在哪里呢 看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次 正确的方式 我们弹琴 你看一下 看看我的手 我的手腕首先是放松的 第二我的手有没有 有没有啊 没有这样子 对不对 对 很多人弹琴的时候喜欢是 你看这个手腕 这个手腕 就像跳舞样 呀呀呀 那就错了 老师 你跟我们拆了 注意 就是 对不对 就是他方法 玩 说如 对了 好 小宝贝 好 那你记住了啊 你记住 我们刚刚讲到核心问题 是手腕不能够 不能摇摆 不能上下撬动 这里是不动的 这里是不动的 我们是动前面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啊 你看我们就像那个 小碎步走得很快 你看到这是我们的身体不动的 如果你这里一动呢 就跑不快了 这个地方一动 就说明这个地方紧了 紧张了 所有的力气放在这里了 我今天讲到了这个顺便 因为我不小心看见了 我就插了这一句 这一句应该是我后面 以后讲到的问题 其实我要检查作业 就会讲到核心 但是我看到 就是赶快跟大家说 因为这个养成习惯 很难改的 那我们尽量这个地方记住 手腕要特别特别放松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 一个第一笔号 和两个八度 两个八度里面的 Dole Mifasolati